赏完好屋下定决心买房之后 面临的就是还房贷 但现在购物民众压力恐怕更大 因为房贷吃紧 利率攀升到比之前升息 地板价百分之二点一八五 还高很多 甚至传出房众透露 已经开价到百分之三的水准 首购族会越来越辛苦 刚出社会 他们薪水本来就不多 至少薪水能cover你的利率 这些房贷这些事情 你才敢下手 他们变成是不是躺平族 那我就很担心 因为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是买不到 今年好像已经利息 我稍微蠻多的检讯 好像涨了三四次 原因就在房价高涨 短期内单笔房贷金额快速攀升 房众演判今年全年建物买卖移转洞数 有机会挑战三十六万洞 但银行房贷却罕见紧缩 统计十四年来就多出八成金额 让市场资金吃紧 现在这个市场的状态 就是银行去挑客户 而不是客户去挑银行 如果你自己的条件不好的话 可能会导致就是这个贷款的利率 会比这个地板价二点一八五还高 甚至有听过二点五 二点六趴以上 核贷的时间其实是拉长蛮多 因为两年前我贷款的时候 大概是两个礼拜就已经得到 这个核贷的通知 那他今年的贷款 就是等到一个月才得到通知 部落客分享现在得提前半年做好贷款体质 因为目前银行满水位 针对VIP或排队放款的现象 让房仲都压抑 也有专家提醒 新清安炒高房价 自住客咬牙买下去 银行却在雨天收散 让买房梦更遥远 三连新闻里面张云权的 自由赵报导 帮助